雲端版本上面第十四頁這邊有一個叫紫外線的即時監測資料 這個資料其實跟PFN.5差不多啦 這個也是環保署的網站提供的 在這裡,連結在這裡 點擊之後的話,反正這個是紫外線的即時監測 應該理論上跟剛剛差異性不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把這邊第一個 這個有個Jackson的格式 當然這個格式好像點擊進去 打開應該也差不多啦 不過你會發現結構跟那個PFN很像 一樣是會有一個叫Recourse 所以在這邊有沒有Recourse 當然如果你熟的話自己這樣看 可是你如果不熟的話一樣 Ctrl-A,C,對不對 然後再到那個JacksonEdit這個地方 把它切到Tester 然後呢,Ctrl,我的希望是先Ctrl-A啦 再Ctrl-V把它蓋過去 然後呢,再利用它裡面的那個叫做 那個什麼,樹狀結構的Tree 然後把它轉換成那個一顆樹的結構 就是一個物件啦 那只是說這個資料好像 這個介面有點跑不上去了 很長 我剛剛也是這樣 所以一直 你好像點覺得上面那個灰色 然後就可以上去 這裡嗎 剛剛是這樣子 重新整理畫面也可以 按一下也可以 然後再Tree一下 這樣就有了 我看一下,它這個資料太多了 1,000筆啦 有沒有 應該是不是1,000嗎 還是超過1,000 沒有,剛好1,000啦 所以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資料太多了 然後另外它的欄位 裡面也是一樣 總共有7個欄位 所以它的架構差不多啦 那我這邊已經把它做完了 結果理論上差不多長這樣子 那我大概講一下 改的地方其實原則上 就跟剛剛的邏輯差不多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這個網址 把它重貼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總共有7個欄位名稱 不過最後一個欄位名稱我覺得不需要 它最後一個欄位名稱好像是什麼 切過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欄位名稱 這個啦 應該是它的產生的時間 那時間如果不需要的話 所以就是前面總共有 總共有5個欄位 然後我就把這些資料把它抓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已經知道它的結構的話 那配合這個JsonEdit 那我就把這個程式稍微改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物件有沒有 Json的物件 它裡面的話 我就是抓大瓜壺 大瓜壺裡面的這一個 叫recourse 所以把這個填過來 然後呢打開之後 它又是大瓜壺 所以它裡面總共有7個欄位 然後我抓前面的6 前面的幾個欄位吧 我就是抓 第一個sign name country 然後 UVI 這個時間 unique 可能經緯度這兩個不要好了 OK 然後就把這些資料把它抓下來 當然你現在還不一定要按照 一定要按照順序 你可以跳著抓也沒有問題 所以把這幾個提供給它之後的話 讓一下 那你會發現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OK 1000比我看一下 應該Ctrl向下 對 1000嘛 所以它到 在一個欄位名稱嘛 所以1001 OK 當然最後你是可以在以色列裡面排序一下 資料裡面 Z到A一下 看哪個紫外線指數是最高的 所以看得出來 現在最熱的地方 是不是 要紫外 像北部應該是沒什麼紫外線 因為今天都下雨 所以不太會有問題 那可是呢 台中是不是出大太陽 這兩樣晴 現在如果去台中 應該是比較舒服的天氣啦 OK 好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邊呢 稍微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就是練習一下這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 紫外線即時監控資料 在第15頁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 底下還有一個是Wi-Fi熱點 這個Wi-Fi熱點就跟前面的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要抓那個Wi-Fi熱點裡面的所有資料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幫忙 等嗎 嗯 這樣 mister